我们这个课题呢,是帮助兄弟妹如何领听圣灵的声音 在过去一个星期,就是前一个星期呢,我跟你讲过圣灵是谁 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分的,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来提醒你前两个星期我讲的 这个时代不是耶稣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天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 当五神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到人世间那一天开始,他就从来没有回过天堂 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圣灵一直坐在天父的宝座,右边从来没有离开过 谁在很多月的在这里工作呢?圣灵 很可惜很多时候呢,在一个圣灵的时代 却很多人,包括信主耶稣的人,不认识圣灵这个角色 所以我们讲的圣灵是谁?今天我要跟你讲圣灵的境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然后,这可能也是同样,这也是你的五情节的经历 还没可以分享之前跟你讲的笑话 有一间大公司的老板,有一天他去巡视工厂 然后他在巡视工厂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工人坐在地上搬手机 老板很憎恨工人偷懒的,每个老板都是这样的 他很憎恨一个工人偷懒,然后就问,你一个月薪水多少? 然后工人就说,三千块,然后老板就立刻从他的pocket拿了三千块 订阅他,拿了钱给我滚,然后事后老板就问旁边的经理 这个是什么部门的工人来的? 然后那个经理就说,其实他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他是来送货的 兄弟妹,有时候我们很高姿态,自以为是的 因为老板一人之上万人之下,有时候我们听不见 我们看不见,我们往事路 所以今天你来教会,同样的,请你不要抱着那种偏见和傲慢的态度 要有领受受教的心,你才能够领受到神要对你讲的话 Amen 好,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们感谢赞美你,我把以下的时间交过给你 圣灵你来,亲自来教导我们 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是我们的保卫师,你是帕拉克里斯 一个站在我们旁边随时给予预备帮助的人 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了解你的活力 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Amen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了解的背景,我们来看 关于就业几个经文,还没讲的经文,稍微跟你讲 自从天地创造之后呢,上帝是三位一体都不停的在做工 但是在就业里面呢,圣灵没有完全的很活跃在就业里面 因为呢,圣灵不是没有降下来,圣灵有降下来 但是他降下来只有几个要有特定的目的和目标 比如说,他要充满一个高末沙姆尔,高末士师 很多的那些有特定的目标和使命感 他们去做,完成他们的功,圣灵就离开他了 所以圣灵没有降下来,都留在住在人的心里面,在就业里面 但是在就业里面呢,已经是不断的预言说,将来的日子 圣灵要往下,从天,从天堂上帝那边降下来,来充满我们 然后让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看几个经文 能看得到吗?能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一二三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灌溉,凡有铁器的 你们的耳里要说预言,你的老年人要做一梦 到年人要见一下,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灌溉 我的五人儿子女 这个讲的时候呢,是大概主耶稣还有降下 还没有来到人世间的七百年前 已经开始讲了,我要将我的灵灌溉,凡有铁器的人 OK?请你摸摸你自己 看你有没有肉 你的口臭一下,看你有没有气 你就是讲,上圣经讲的就是你这个人了 你就是那一个凡有铁器的人 然后,说你们的耳里要说预言 你们老年人要做一梦,老年人要见异象 所以圣灵充满,圣经妹,不只是讲方言 你很高兴了就回家了,圣灵充满 和满有圣灵是有一个阶段的,圣经妹 所以你们不要停留在只是圣灵充满而已 因为圣灵充满有什么现象呢?圣经讲,在末后的日子呢 你会常常看到异象,你会常常弄异梦 你常常会说预言,圣灵的灵会感动你说 异缘,异梦和异象 如果你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生活的标准,生活的方式没有这些东西 证明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满有到一个地方,一个程度流露出来 圣灵充满,不只是讲方言而已 圣灵充满是要有一种的灵恩的生活 是一个满有圣灵的生活 你可以到处去帮助别人 去为了祷告,为有异象异梦 或者发异言去帮助人,造就人 我相信神在末后的日子,在圣灵的时代 要有一般满有灵恩,满有人力的人 来去为他做功,来我们再看 然后在以细节看16章27章说 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地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列 我会谨守遵行我的天章 没有一个人能够只是用自己强迫自己 我要借我的香烟,我要借我的脾气 我要借我不可能的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因此我能够遵守,遵行神的话音 基督教不是尽量做好事 做好人,讲好话的一个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宗教 你必须要有圣灵在你里面 所以你才有能力胜过这些坏习惯啊 那些不好的行为 唯有圣灵在你里面 你才能够有能力遵行神的话音 Amen 我们继续看下去 神经讲,我要将我 我要将我 我要将我 我将水 搅灌口渴的人 将河 搅灌 干汉 搅干汉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 灌干你的后衣 将我的福 搅灌你的子孙 神所应许 尼撒亚会被圣灵充满 和福于能力 我们可以不要被圣灵充满吗 我们可以不要讲方言吗 可以 上帝没有强迫我们 但是你信了耶稣 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没有被圣灵的能力恩高 你会做到一个很软弱的主 你不能胜过你的试探 你能不能在生活上有得胜 上帝的旨意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所以你必须要有圣灵 你没有圣灵 圣灵讲你的生命就很渴 你没有生命 你的生命就很干 如果你要有神的灵 就有福气 你能够临到你的家里 这是圣经讲的硬学的 修议还讲什么呢 修议还讲 主耶和华的圣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前辈的人 差遣我意好烦 意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炉的得释放 被求得出监牢 这句话引念在耶稣一处来讲 当初用这个经文 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于是主的灵 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家传福音 或者把耶稣介绍给别人 如果你没有主的灵得很高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开口 让人家认识这耶稣 主的灵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能够去传福音 能够医病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捆绑的得释放 还有被求得出监牢 耶稣就引用这个经文 来开始祂的事工 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 上帝在修业的时候 不断的议员 不断的用应许来提醒 祂的百姓 我要将我的灵灌盖 来到信念 我们看到什么 来到信念 我们看到主的灵念 所有都灵灵了 直到古孙节那天 三千人 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 开始讲方言 他们就开始建议教会 拯救灵魂 120个人拯救灵魂 到三千人到五千人 这样的人数 我们来看下去 我们来了解 认识圣经里面的几个名称 圣灵的 幻灵圣灵充满几个名称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一下 123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吧 OK 什么 大家领受圣灵 领受圣灵 圣经有讲几个 第一 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 我们怎样接受耶稣 我们也要怎样接受圣灵 不信很多人把接受耶稣和接受圣灵 是当着同一件事情 是两件事情 接受耶稣是因为你的生命的问题 我们生命败坏 我们有诅咒 罪的诅咒 言罪的诅咒 和那些 我们祝先遗灵下来的诅咒 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生命败坏的问题 但是你生命败坏解决之后呢 你必须要解决你每一天生活的问题 你每一天面对的难处啊 你遇到的困难啊 你遇到的试探啊 你必须要解决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同样的 他们每一个门徒都接受圣灵 所以请不要把接受耶稣和接受圣灵 当为同一件事情 是两件事情 我们来看下去 耶稣说这祸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 大家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三位得着荣耀 原来哦 请你看到没有 这是两个不同的经验 因为耶稣还没有死 三位得着荣耀 就是还没有定时降 还没有升天去 圣灵还没有降下来 所以接受耶稣是一个经历 接受圣灵也是另一种经历 上帝要我们经历的 OK 我们再看下去 咱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已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由待全地和撒玛尼亚 直到地球做我的见证 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要我们得着什么 能力 能力 能力这个原文叫dynamis 大家讲dynamis 希腊原文叫dynamis dynamis的意思就是 不是battery 不是电池 电池没了 我们要放电池 但是dynamis是一种dynamite 这样就明白了 dynamis慢慢演 变成英文的字叫dynamite 什么是dynamite 什么叫dynamite 就是发电厂 那个不是battery来的 是不断的里面在搅动 不断的里面在搅动 那能力是不断的在流露 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而不是battery 不是battery battery用完要丢掉了 没有力了 但是上帝要把这个dynamis dynamite dynamite 不是希腊的那个洗衣服的dynamite 是dynamite 放在我们里面 但我们有能力 一直有能力 ok 所以有能力了 有能力打架 有能力去跟人家相骂 不是 有能力为主做见证 在这个见证呢 witness 在希腊原文叫matos 大家讲matos matos matos什么意思呢 matos就是为耶稣殉道的意思 为耶稣死的意思 原来你必须要有能力 能够能力啊 来 能够为主做见证 直到死为止 如果你没有上帝能力啊 现在拿刀给你 来 为耶稣死 插一下 不可能嘛 看到有些人看到谁就晕倒了 哦 神不为耶稣来死啊 所以这个是需要有圣灵的能力 Amen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 领受圣灵还有 再看 圣经讲 刚才是接受圣灵 这是领受圣灵的 OK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舍 并领受所赐的圣灵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受圣灵 接受圣灵是一种的经历 OK 有人说 我问你 来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 要了解一下 看这个经文 好 十星传第十章十七节说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接受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所以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信耶稣 和接受圣灵 是否一样的一个回事 我常常问 人家混乱 我常常问 你是信耶稣的时候 那一天 那一山 你是不是看到耶稣出现 哇 耶稣有不许的 哇 然后穿白袍的 你看见了 然后接受他 相信他 你接受他 是吗 是不是这样的经历 你才接受耶稣的 没有一个人 有这样的经历 所看到耶稣 来接受耶稣 为什么你要 你没看见耶稣 能够接受耶稣呢 因为你凭着信心相信 你有感受到 上帝耶稣在你生命当中 来做工 你的生命被改变 被触摸到一程度 你接受耶稣 同样的 你怎样接受圣灵呢 圣灵 是不是因为 看到我一股灵量啊 充满你 哇 你感觉到 哇 你好像在火烧这样 哇 感到你的手摇啊 手手啊 什么啊 不是这样的 那个是挑 那个是叫挑达 OK 那个不是 真正的圣灵 接受圣灵 是因为你凭相信 你没有看见耶稣 你仍然相信 你接受了耶稣 你被圣灵充满 接受圣灵 也是一样的 我虽然没有看到 或是靠感觉 我最怕人家来 关于圣灵啊 是用感觉来说 我感觉到很热 我感觉到有烫 我舌头很烫 或者我手抖 这个都不准的 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但是我要告诉你说 如果你按着 凭着信心来接受 圣灵的话 你会看到 你神病不一样 我们去看下去 OK 问他们 你们自信了这道以来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 有圣灵吃下来 看到没有 圣经讲 自你们信主耶稣之后以来 受了圣灵没有 你看 信主耶稣是一个经历 受圣灵也是另一个经历 请不要全部加起来讲 圣经很明明明明明记载 文每一个人要接受主 然后也要接受圣灵 我们去看下去啊 OK 大奖被圣灵恩告 被圣灵恩告 被圣灵恩告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所以因为每一次圣经讲到圣灵 离不开能力 离不开能力 圣灵总是有这个本事 能力来搞梦 阿们 我们去看下去 由于就业常常提到恩告 因此我们很熟悉恩告 这个词 你们去读 去找这个经文 了解 高游倾倒在受高人身上 同样的圣灵 同样的圣灵 也要搅换在信的人身上 圣灵这样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也是用这句话来形容 基督的意思就是被高默的那一位 所以你必须要被高默 成为有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 要不然你就会过得 不是基督徒 什么徒 无理无徒 蒙叉叉 NCC 所以你必须要被高默 被高默 阿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三 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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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经文说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仇材 说起别佛的祸来 OK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仍然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这样方言 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我来不及跟你们上课 所以我必须在 在讲道里面来传达这个信息 圣灵充满 怎么样 这里经文有几个要素 你必须要明白的 圣灵的部分 圣灵的责任是充满你 大家讲充满 圣灵第二个工作的责任工作 是你口才 大家讲口才 口才 然后圣经讲什么 圣经讲 他们就说起别佛的祸来 大家讲说 说 讲我说 我说 就是对你说 所以圣灵充满你 你必须圣灵来充满你的时候 圣灵给你口才充满你 你的责任就是要说 有些人不说 我要祷告 来 圣灵充满他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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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说 所以圣灵充满讲话 方言是要你积极的 配合和参与的 如果你没有积极的配合和参与呢 你永远零受不到 圣灵充满 很多人用故性去了解 我不能说牧师 我都没有 我只有一句话 一句话你要讲出来 一句话不能啊 一句话重复讲不能 我要等整句话才能讲 很多人是这样 所以他永远都不能被圣灵充满讲方言 我告诉你我的经历 有些人听过了 Bear with me 再听一次 我是一个背景 是一个很快的背景 以前参 黑社会 思维党 然后我 接受耶稣那一天 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 禁食祷告 我就进行了七天的禁食祷告 菠萨 好像海外的菠萨那样 七天不吃 不吃 吃喝水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过去 做了很多肮脏的事情 不对的事情 我必须要解禁自己 我就禁食祷告 然后在第七天 我在家里 家里的房间 屋上的房间 我要开灾吃饭 所以我就感谢主 感谢耶稣 给我保守我 给我七天 没有事情 很健康 现在要开灾了 我要去吃 我要去吃东西 然后我就 祷告过后 我唱歌 我忘记唱什么歌 可能是 《起义》 是这样的首歌 印象当中是这样 我唱了好几次 五六遍 这样 《起义》 一直唱 一直唱 唱了五六遍 唱到五六遍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已经开始 就是 说了方言 我讲了 我从祈恩也讲 《起义》 我就开始讲了方言 我对我来讲 不陌生 因为我的教会 是圣灵充满的教会 所以常常有听到人家讲方言 我知道我自己是 讲方言的 从那一天开始 我妈妈还没有信耶稣 在楼下 所以我就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我生命改变 我生灵充满之后 要解除脖子的 我知道我的生灵充满了 为什么我生命改变了 我一个很坏脾气的人 我妈妈讲两句 我一直还会溜过去的人 那种很坏脾气的人 这个Jeff就知道了 Jeff就在我的邻居隔壁 我是一个很坏脾气的人 但是我生命改变了 第一天改掉我的脾气 第二 我讲 我是这样称莫专家 我一问候人家 一定要问候人家 祖宗十八代的才能够讲话的 你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才讲讲话的 要不然讲不出话来的 我讲很出话的专家 我要闭着你 不讲究话很难 有时候刚刚来教会 还不习惯 不小心就 出来了 我那个阶段是这么一样的一个人 还有 就很多 但是我知道我圣灵充满之后 我生命改变 从那一天圣灵充满之后 我非常的火热 常常很想认识主 所以一个礼拜里面 有好几个晚上是通宵鸡蛋的 打开圣经读 好像读年戏剧 你一直想追耶稣做什么 耶稣到底怎么厉害 你想一直追一直追 好像看年戏剧 一直读书关于耶稣的 我短短一个月就把旧业和新业读完了 然后晚上祷告 晚上祷告到天亮凌晨 一个礼拜有两三天都是这么样的 圣灵在那边感动 然后改变 然后开始为人祷告 为病人祷告 先开始为狗祷告 不敢为人祷告 不论有没有这样的 你为狗祷告 然后 我记得有一只狗 它长得很瘦 咕咕 咕包皮这样 然后那个毛又掉很难看的 然后每个人看到它 又用热水破它 我们残忍一下了 但是我每次看到它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然后我一讲的时候又看到它 上帝祝福你 每天去教会 回来教会 上帝祝福你 在短短三个月里面 这个咕包皮的狗 长肉了 生毛了 同样一只狗 肥得起来 我就看到 原来我有很力为人祷告 为狗祷告 我开始为狗 为猫 为植物 为花 为草 祷告 到我去医院 每一天 每一天去医院 去医院 去医院 很高兴 人家中间的时候很高兴 给我有机会祷告 我还记得我第一 第一 康开时刻的五个病人 我祷告的 封耶稣的名 我命令这个病 离开 跟人家去看 诶 床没有人了 啊 这个人去哪里 啊 这个人已经打包了 死掉了 没有祷告 没有死 祷告就死掉了 兄弟妹 如果你是我 你的心情有被咬动嘛 但是我相信圣经的话语 我继续为人祷告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第十个 我开始看到上帝的医治能力 从我身上流入出来 然后为人祷告 每次去那边都是 double 我还记得 那时候我的牧师 每次去当病人祷告 奉耶稣的名 为这个病 祷告 我跑起来我就在方面 讲方言 double double 然后我牧师去那边赶鬼 奉耶稣的名 命令的鬼离开 double double 然后我牧师说 有一点他给答案 我说 我为病人祷告你 不要在旁边讲double 可以吗 我讲奉耶稣的名 医病好你讲double 我赶鬼你讲double 你是来导 导 导弹的是不是 但是 我要跟你讲什么 这是我的经历 我经历上帝 我的方言祷告只有一个而已 double 我讲了半年 double 今天都祷告double 圣灵给我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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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工作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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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由你来 由你的时候了 是你开始要说 大家讲我说 我说 我负责说 我负责说 圣灵负责给口才 圣灵负责给口才 所以你不要去想 那一句是什么 第一句很重要的 第一句如果你不讲 你不会有第二句的 这是信心的一个验证 如果圣经 圣灵给你拉 你就拉出来 圣灵给你拔 你拔出来 你不要 就一句 不好意思讲 不要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那你就真的不好意思了 所以你就要好好的去去领受 圣灵充满 那接下来看 这被圣灵充满呢 不只是一次的经历而已 以后也会继续不断的被充满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保罗在以佛所书五章十八 说被圣灵充满 是用现在进行式的 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 有些意思 要被圣灵充满 不只是一次罢了 很多人领受了 圣灵充满 讲放言了 就很高 现在就回家了 然后回家就不讲放言了 爽爽来到家会 那不是说 他们用放言祷告 他们开始用放言祷告 他们从来自己在家里 不讲放言祷告 放言祷告有一个好处 上帝给我们放言祷告 有一个好处 是其他祷告 不能办得到的 你不能驾车一半 观言经驾车很危险的 祷告 主耶稣保守 你会去创车的 是吗 你不能观言经去做你东西 但是你可以一边 korobobushikyantarabakashantoro 你可以驾车 你在等巴士的时候 你可以korobobushikyantarabakashantoro 你可以祷告 你在炒菜的时候 你可以korobobushikyantarabakashantoro 那边的菜特别好吃 因为你用放言祷告的 看到没有 有些放言祷告 帮助我们很多 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任何时刻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 我们不能马上 每一次都要跪下 要跪下祷告 麻烦 有时候场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可是我们可以在旁边 好像我去见人的时候 有弟兄带我去见一个人 看有什么好好的见证给你们生下 我最难 有一次我最难 永生难忘的一件事 就是 我曾经为一个 我以前的教会很喜欢带我去见人的 就是说 那时候才十多岁的年轻人 说 你要不要去见一个人 我说我不认识他 没关系 你去见他 你有感动 就对他说话 你有感动 就跟他传闺音 我不认识他 他带我去一间工厂 这工厂是一个 他是一个工厂的大老板来的 然后 好了 他看到我 我还是多岁的 小孩子的 都 以为是 是小孩子来的 都不理我 然后我就 我也继续 坐在那边 然后我在里面 心里面祷告 用方言祷告 我心里面想 圣灵啊 给我口才 给我话语 对这个人讲话 让我 让他被触摸到 好了 我就 就跟他讲 不讲名字 叫 先生 某某先生 你 我就跟他讲说 在这个工厂里面 那么多的女孩子 你几乎都跟他睡到晚 都有睡过了 这句话我讲的时候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假的 可能我讲错 对啊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我讲对了 一个是我讲错 是吗 讲错他就把我轰走 可是他 我讲完之后 他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他 好像是 好像以目传情 你看我 看你 然后看了一分钟多 要两分钟 然后他就把他那个 office 那个窗帘啊 关起来 他跟我 他就跟着我的弟兄 两个弟兄说 包括我 他说 这件事情 没有人知道 我老跑不知道 没有人有人知道 你只不知道 然后我就说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上帝知道 我的上帝叫我跟你讲 你要灰改 那一天我就带领他 那是耶稣 今天他已经成为 教会的其中 教会的领袖了 所以圣灵能够 圣灵出口才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会对你讲话 所以我刚才讲 这个是圣灵的一代 你会常常有异象 有异梦 发异言 上帝要用我们 上帝要用 愿意被他用的人 但第一个条件 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 说方言 有忍力 然后才会跟他做 我们去看哪里 大家讲 受圣灵的禁 受圣灵的禁 我们来看一段禁闻 没有禁闻 只有几个禁闻 但是因为时间也过 没有犯法一个禁闻 有个超发 这禁闻超级的哀悼 回去看 圣经虽有提到 受圣灵的禁 或受圣灵的禁 但这件事情 引起很多 真论 四福音书曾经 也有四字讲到 四经传也有讲到两字 所以这边有禁闻 然后什么是圣灵的禁 我们来看一下 受禁的意思就是 完全禁入 或者被淹没 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 你将一件东西 禁入 让它改变它的东西 它的东西里面 染一料 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把不完全 进入染料中 不被染料改变 因此受圣灵的禁 意思是 只完全进入圣灵当中 全然被圣灵包围 然后你就被改变成 圣灵要你改变的成果 你说很多人说 牧师我不能改变 我的坏性我都不能改 因为你没有被 完全被圣灵包围 你必须要被圣灵包围 你被圣灵被进入到一个程度 完全被改变 你的模型 你的模式 你的模型完全被圣灵来淘找 所以为什么要被圣灵的禁 为什么要不断的被圣灵 不断的被圣灵 不断的讲方言 因为你才能够被塑造成为 祂要你成为的一个人 你今天来到教会一年的 今天来到教会两年的 你今天来到教会可能三年了 好像我已经来到教会 信耶稣二十三年了 如果我们不完全 不愿意尾身 不愿意把生命交给耶稣来改变 你来教会 你不过是来教会而已 你会很辛苦的 尽力的尽量的去改变你自己 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很难 有些东西 有些困难 有些问题 你不能解决 因为你不能自拔 你不能靠你自己利用去改变的 比如说我坏脾气 我从来没有尽量去忍住我的脾气 我是要让圣灵改变我 比如一些人坏事 你必须要圣灵 你必须浸泡在圣灵 你知道我的粗话怎样没有掉 我发现到我 我的粗话是不知不觉的开心的 不是故意去不讲粗话 因为很难 我的环境被塑造得很难 不讲粗话很难 但是我 我常常被圣灵充满浸泡在圣灵里面 我每次都 我用方言祷告 放言祷告 让神的话语 用方言祷告到 有一天我发现到 诶 很奇怪的 不知道从几时开始 我不再讲粗话了 现在要讲粗话都很难 不是不讲粗话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被圣灵浸泡到一个程度 烂成它要烂成的颜色 你明白吗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ok 受圣灵的净 最初的证据平均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让我们来思考 什么是受圣灵充满的平均呢 第一个 印记 我们怎样知道 我们被圣灵已经浸泡在圣灵里面呢 第一我们来看 圣经讲 我们要注意三件事 第一 当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第一个印记 即使一个人在经历圣灵大能 最有可能的第一个平均是什么 请记住第一个印记 第一个印记 第二 另外我们要找出经文的证据 所以我们要并不关注个人的经历 你摇啊 你在地上哭啊滚啊 都不是你个人经历过人的传统 我们要从圣经寻找 在圣经时代那些接受受临近的人 他们的经历相同的地方 第三 我们感兴趣的是 圣经提到圣灵的经经验是怎样 而不是人对此次看法 你可以收回你的看法 我们不相信讲方言的啊 你的是圣经有讲 我们回到圣经怎么样讲 圣经怎样的看法 OK 我们来看最后 五神节到了 门骨头同心地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 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物质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的人口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接着圣灵所吃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大家请跟我讲 他们就都被 他们就都被 圣经讲这里有经文告诉我们说 没有一个人是漏掉的 他们就都被 所有的一百二十个人没有一个 少过一百一十九个 过了一百一十八个被生的 留两个没有 另外没有 圣经讲他们就都被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圣经说圣灵有一种的客户 圣灵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被 圣灵充满 然后他赐下口才来 然后你领受圣灵充满 你领受圣灵充满之后 你的生活就不再一样 OK 我们看到了 第一他说有 恍风吹来 是有能力的风 那风呢 在圣经里面所预表的都是 讲到圣灵 OK 火焰的象征也极重要 因为火焰代表什么 火焰代表圣灵的改造和燃烧 焚烧燃烧 他们一些不好的东西燃烧掉 然后圣灵赐他们口才说起别国的火 所以今天我们看下去 我这个不用了 这个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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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要 可能 我能开口 slide 没关系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圣灵充满无存节的经验 第一,每一个人圣经所应许的 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放缘 第二,我们看到圣灵给我们口才 他负责充满我们 第三,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所吃的口才 充满来说起圣灵 让我们一起来 让我们准备心